谈起气功 大多数人都会先把他和武侠小说联想在一起 小说里的大侠行走江湖 几乎都身怀好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功力 不但可以因此飞檐走壁 还能隔空发功取人性命 这种精彩玄奇的情节 放到现代的生活中 我们除了可以在电影或电视剧中看得到外 几乎都被认为太过怪力乱神 但是气功在中医和华人的历史中 也确实流传了好几千年 究竟它的真实面貌到底如何 太极权大师李凤山讲了一个很简单的说法 他说所谓的气就是呼吸 练气功就是练呼吸 人的一生如果都能进行这种吐纳的修炼 等于一辈子